高雄有一位計程車司機載到兩名後的最迅迅的乘客 一路上說不清楚究竟要去哪裡 司機財博問了一下 就被其中一位乘客三字經狂罵 甚至恐嚇就要對你不利 司機實在氣不過直接把車子開到了派出所 立刻提告 兩名酒客腳步踏槍被人搀扶推進計程車 其中一個人滿口髒話狂飆乱嗆 兩名乘客在高雄市天翔一路上車 要去哪裡也不說清楚 問獎稍有遲疑問了一下 竟然有生命危險 小小計程車裡 充斥著酒氣三字經還有恐嚇 司機再也不想忍受 一聽到報警乘客身段放軟 整個人縮回座位上 但是一切已經來不及 計程車就停在了頂巾判出所前 乘客發酒瘋被計程車司機載到派出所提告 同行酒客早就醉得不省人事呼呼大睡 完全不知道朋友一張嘴管不住惹禍上身 記者陳立國高雄報導 加密溉 意識者 新引擎